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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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女士们 先生们 纯阳掌门 李旺生 大家好 我是李旺生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则心灵鸡汤 哪有人直接说自己关鸡汤的呀 聪明的弟子给三千的工资就干三千的活 多一分都不干 因为亏了自己苦了自己 十年后他还是拿着三千 让自己永远亏着 这就是八年不给我涨工资的理由吗 而智慧的弟子 拿三千的工资干九千的活 不嫌累不嫌苦 十年后智慧的弟子 已经拿到了两万一个月 但是华山的房价已经六万八了呀 这人真不是太群 居然当众让掌门难堪 虽然掌门表面一副很和善的样子 但下去之后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我爸的 这也太值得了吧 不要总想这纯阳公给了你什么 多想想你为纯阳公做了什么 今天就讲这么多 李旺是奥特 虔诚渺茄茄的沈建新 独自走向山门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自己不去争取 机会永远不会降临到山门前 他决定去找掌门说出自己的想法 谁 谁在说话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我 等等 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才来纯阳公五年就像这二百 现在的年轻人 掌门 门门弟子沈建新 啊 掌门你认识我 海灯 已为您打开灯光 其实我早就注意你了 每次进过山门 弟子们看到我都要扶手作医 而你却头也不抬 不管怎么说 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种八道总裁的戏本 先看看性别好吗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掌门居然这么同情哪里 那就先给我涨点工资好了 除了涨工资 我都可以满足你 掌门 掌门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纯阳第七子 哈哈哈哈 就你 简直是纯阳第七子的完美人选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 我这儿有一本纯阳别册 纯阳别册 纯阳工最牛叉的武功秘笈 具体牛叉之处 这里暂不赘述 只要练回这本秘笈 你必将成为纯阳第七子 我是吕洞斌 很高兴能为这本秘笈作序 这本秘笈被誉为改变世界的二十本读物 作者汉中黎 什么鬼 纯阳别册第一是 煽情剑法 罗欣的江湖人士 关注点是话题和故事 五一高强的人在江湖上明见不见 但高盛的背后 如果没有一个充满人性的故事 就无法直抵人心 我们以纯阳弟子洛峰 与高剑的鄙视为案例 向您阐释其中寒意 这把剑 是父亲零终钱留给我的遗物 锦儿 这把剑赔了爹一辈子 现在爹把它传给你 拜着爹的梦想 好好活下去 爹 什么狗屁回忆上 一点都不敢忍好吗 高剑的剑法 每一招都显露出 他对父亲遗愿的守护 没有错 我看到父亲的梦想 始终在高剑的眼里闪闪发过 你们不是背对着吗 哪只眼睛看到这些呢 年轻人 请问你有故事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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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过得很 五 四 三 我 他们 我 一 高剑胜出 高剑胜出 到底是笔剑还是笔残 山晴剑法 原来如此 我冲冲江湖的时候 青梅竹马的小方一路追到村口 他说这把剑不仅是用来保护我 更是守护我们爱情的信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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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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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这把剑是你没遗留给我的东西 偷儿 哼 我 我还没有出招呢 你是个贝命小人 为何要斩断别人重要的遗物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加油啊 小方还在家乡等着你呢 我的这把剑送给你 一定要和小方在一起啊 纯阳别策第二世 舆论剑法 纯阳子虚子齐进 未入纯阳之前 曾受命于高丽氏 年轻时杀人无数 名声却鲜为人知 又是齐进 齐进 他是谁 哼哼 就是个小红的小杀手 这案子没什么价值 我们继续调查建模谢云流吧 直到某天 齐进来到纯阳宫 你懂不懂什么是圈子 正所谓周围人的身份 决定着你的身份 你一直杀的都是些无名之辈 充其量有几个小咖 这样你是无法闻名江湖的 掌门 杜我 最近我老铁东方雨萱很火 我安排他明天跟你一起亮个相 战战他的人气 你看万花谷主东方雨萱啊 真的 东方雨萱对面的人是谁啊 不知道 但是能和万花谷主对决的肯定也是来头不小的 今天我和你去一四季 李王生跟你说了我的出场费了吗 大老 妥妥的 昨日万花谷主东方雨萱于神秘剑客决战长安之间 这是齐进第一次参加华山论剑 我天 纯阳剑人居然被齐进一招破掉了 简直溜溜溜溜溜的不行 不少江湖人士认为齐进武功不够 颜值来凑 纷纷成他小鲜肉 市民亚新专家齐进说 熬夜练功的人群千万别忘了吃这几种食物 好一招舆论剑法 纯阳武学果然奥妙无求 很荣幸能够当选这一届武林盟主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在我最低谷无助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 老鸡 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 老鸡 更要感谢在座各位大侠的信任 老鸡 这里我只想对大家说 老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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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职典礼中武林盟主突然情绪失控 于一名纯阳弟子约下 事后 武林盟主暂未表态 纯阳别策最后一事 水师兄 掌门有请 终于来了 过了今晚 我就是纯阳妻子了 在下纯阳妻子沈剑星 这是我的名片 剑上老鸡 这杯你不喝 就是不给我纯阳妻子的面子了 哎 天下第一不敢当 沈师兄好 这么晚了 怎么你还在练剑呢 回师兄 我师父说 只要我每天练剑十二个时辰 将来就有可能成为纯阳妻子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我一定要努力练功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纯阳妻子 第七里妻子 妻子 沈师兄 沈师兄 沈师兄你没事吧 这是我带了多年的佩剑 收下它你就正式成为纯阳妻子了 我 我现在还没有资格拿这把剑 掌门你知道吗 在我当关门弟子的时候 我每天都会幻想你们的生活 我幻想有一天 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爬到三清殿 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 但如果我没有真材实学 仅仅靠手段和套路上位 即便当上了纯阳妻子 我也始终会觉得受之有愧 剑西 你是我带的这一劫力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 掌门 今天 我们在众多弟子中 挑选出了第七位纯阳之子 他不仅拥有自强不息的意志 更有不忘初心的宝贵精神 难道掌门是在出火 一定是给我高贵的品质打动的 他身怀绝世武学 以一己之力打败江湖各大高手 可称得上是纯阳公百年难遇的奇才 好了掌门不要吹得太过分了嘛 他就是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纯阳出击弟子C 大家好 这边的同志你们好 感谢大家的知情和动爱 快乐 如果你不满足于上述剑法带来的江湖虚名 那么纯阳别策最后一招 将会让你成为真正的爵士高手 坠牙剑法 坠牙是每个爵士高手的必修课程 一旦坠入牙底 轻则食火灵丹妙药 重则作用神兵秘籍 实乃高手速成的不二之选 原来如此 太虚剑阴影秘籍 九转食饼丹 我在牙底修炼了一百年 现在我要将并生武学传授给你 我是小凤驴 你一定就是我的友人 斩龙大暴剑 三十二号被犯自动中格连堵 提前教你成为武力 日传的密集回到了谁受伤 高人的指点伴我出道乡 车而敲外车马上熄攘 世界天下旧与此开场 牵着小马车边走也边敲 穿大小做我几时也好 大胆小猫走 看你往哪儿跑 你飘摇一声长啸 看我总付高潮 谁让我我就要 啊 笑的与我轮圈脚 笑笑少傻不用道 英雄掌野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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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